牧场牛棚里,一个女孩站在门口惊慌无措,她满身鲜血,眼前躺着几具可怖的尸体,她恐惧地往外逃,外面沉默漫天,有个声音喊她,到妈妈这里来,附近却没有人影出现,女孩捂住脑壳,痛苦不堪,旁边的牧羊犬朝她狂吠不止,振脱锁链扑向右小的身躯,惊悚一瞬间,女孩醒了,坐在一辆前往郊外的观光巴士上,车内全是在歌在舞的朋友, 她没有加入合唱,摸了摸自己的腹部,显然有孕在身,然而在众人入睡后,巴士却没有按指定路线行走,绕过一条小路,前往了野外的山谷,他们莫名所以之际,几个男人戴上面具扔迷晕淡,随后将女孩扛下车,车内其他人全被处理掉了,等女孩在强光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电视里播报着观光巴士意外坠崖的新闻,床边赫然是白博士姐妹俩, 她们声称跟女孩是一伙人,知道她怀有身孕,腹中还是个女婴,以后会让女婴有无数个兄弟姐妹 时间转眼来到现在,一个全身乌漆抹黑的姑娘在冷风中抽烟,她大拇指外侧闻着试偶两个字 身后的SUV里出现几个同伙,但他们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魔女二号在尸体遍地的实验室里醒来 她拽掉身上仪器,满身污血走了出去,外面是白矮的一片雪地 二号感觉很神奇,忽然脑海里闪过几个片段,有个女人全身插满管子,漂浮在容器中 她头痛欲裂,能力不受控制爆发了,以至于周围血块停在了空中,能力竟然能影响自然界 怎么觉得比魔女一号还厉害呢 白妹得知二号失踪的消息,人还在海岸别墅里度假,她虽然退居二线,却还有些声望 可找她对话的帅哥来者不善,物仅二号溜了,实验室总部还被上一代屠偶从内部突破,他们似乎被人放出来了 由于知道总部地址的人很少,阿帅锁定了嫌疑对象,觉得是超人类主义组织或者联盟在暗中作祟 白妹和阿帅两人各占一方,但现在没时间调查真相 找回二号才是最重要的事 二号这孩子头一次来外面,漫无目的在森林中闲逛 走到附近一条公路时,连交通规则都不知道遵守,差点跟一辆面包车相撞 车里的人是黑社会阿龙手下的混混,阿龙一直想占据庆熙他家那块地 得知庆熙从美国回来,于是命小弟把人绑了 哪知做坏事途中被人撞见,担心女孩看到车牌号报警,索性将人薅上车处理掉 轻熙人美心善,劝混混别对孩子下手,他毕竟是无辜的 然而在他说服混混时,二号却诚实爆出车牌号 连车上检验合格贴纸背后的地址都说得一清二楚 混混看他满身污血还对人动手动脚,结果惹怒了出入社会的牛犊 不仅被暴坐了一顿,车子还报废了 轻熙在战斗中被砸晕,等人醒来心里也是相当害怕 看着人畜无害的女孩竟然把几个大汉揍得跪地求饶 好意给混混打急救电话后,轻熙本想着自己逃走 打电话联系熟人兽医过来接 跟兽医寒暄时,二号忽然莫名晕爵 只能将人带回去医治 没想到小小孩童身上有很多被子弹射击的伤口 脑壳里还装着一个微型电子设备 这种伤一般人绝对活不了啊 可在兽医取走子弹后,二号身上的伤口竟反常识地恢复了 好似刚才的小手术全是幻觉 兽医不敢把实情告诉庆熙 拐弯抹角确认报警 庆熙却不想跟警方有牵涉 决定先将人照顾到伤好为止 因此带二号回了牧场 二号对庆熙有好感 一路上高见的像个二傻子 全程不说话只知道笑 等两人进家门 看见家里有个年轻小伙 上来就捏庆熙下巴看伤口 不知旧里的二号差点给小伙手腕掐断 好在被庆熙及时阻止 小伙是庆熙的亲弟弟 父亲被阿龙杀害后 他俩不得不想办法保住家族牧场 晚上庆熙下厨做饭 美味食物看到二号直咽口水 他却没有动手吃饭 直到庆熙吃饭玩手机 被姐姐拳打脚踢的教训 二号赶紧趁桌上没人敞开了吃 三下五除二完成清盘行动 饭后庆熙还给他准备房间 找衣服给他当睡衣 起来二号愣头愣脑都不说话 只在心里默默回忆清晰 带给自己的温柔 然而在他体验到正常人的生活时 白妹已经找人抓捕他了 对方是改造人雇佣兵 专门帮实验室善后 处理不可控或失败的改造人 队长作风干练果断 眼睛就跟电脑处理器没区别 能快速处理电子信息 助手是个搞笑担当的吃货 他们刚在中亚处理完一个任务 转头就来白妹别墅报到了 拿到二号清晰后 队长好奇问起巨子允的下落 白妹表示自己不清楚 巨子允比想象中要强悍 深受重伤还能从他这栋戒备森严的别墅逃走 还有能力破坏其他实验室 不过白妹让队长别担心 巨子允有明显的弱点 她的大脑运行有药物依赖 不吃药就无法发挥权力 对整个组织没什么威胁 但二号不一样 她过于完美了 具有更强的破坏力 必须想方设法除掉 这项工作不好做 队长想偿还十年前白妹的恩情 爽快接下了任务 具体是什么恩情 恐怕要到第三步才会揭晓 在队长临走前 白妹交给她一个设备 实验室在每个孩子的脑壳里 植入过芯片 可以记录对方的用脑状态 一旦二号使用能力 设备就能给出具体位置 这玩意儿队长还不会用 猜测是自动的 踹兜力就跟助手开车离开了 路上还遇到一车跟屁虫 谁这么胆肥敢惹大姐大 助手也不把跟踪的人放在眼里 于是找机会撞了对方的车 下车后想问个清楚 这才发现他们也是改造人 只可惜改造等级过低 被助手揍得没还手之力 队长知道这群人的来历 让他们给自己的老大带话 找机会见一面吧 这位老大其实是阿帅 十年前队长还在阿帅手底下打工 后来不知为何出来单干了 反正这句就喜欢堆设定 几乎全员迷语人 助手追着队长问问题时 设备忽然有了信号 在牧场里的二号正哼着歌 莫名头疼欲裂 鼻孔出血 好似受了什么影响 等控制好身体情况 却见外面来了一排汽车 竟是贼心不死的阿龙 这次他带了一帮凶神恶煞的打手 明显是想硬逼庆熙 牵土地转让合同 庆熙拿着枪在门口和阿龙对峙 可惜他从没开过枪 很快被打手控制 赶来帮忙的弟弟也惨遭被抓 然而在他抓住姐弟两后 没有急着让打手逼人按手印 偏要先给两人一点颜色瞧瞧 二号搞不懂什么合同 打人可是瞧得明明白白 站在屋顶摆个拉风pose 接着一跃而下 抬抬手抬抬脚就把几十个打手干趴了 还给阿龙吓得够呛 跌在地上话都说不清 只是二号刚想教训阿龙 善良的庆熙就过来阻止 扇阿龙一耳光让人滚 阿龙走后庆帝陷入呆滞了 战神美少女竟然在我家 直接路转粉激动的无以复加 二号这通操作自然暴露了位置 被有外挂设备的队长追踪到了 但他没有选择立即开战 隔日他去坟场跟阿帅见面 两人尬说了一通你很帅 阿帅私下给队长透露了一个情报 据此运离开白妹别墅后 还洗劫了三个实验室 其中就包括上海实验室 那次洗劫可不得了 把里面的高级实验体 也就是图我们全放走了 队长对此浑然不在意 警告阿帅以后别派人跟踪他 否则后果很严重 放了狠话甩脸走人 真不知道你约阿帅见面是为了什么 还以为要谈啥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结果全程冷着张脸放狠话 还不如让之前那两个手下带警告回去 阿帅刚说出土偶情报 这群人就赶来韩国了 操着一口憋脚汉语 能让人脚趾抠出三十一厅 太尬了 尬得只想给他敬音 请个中文配音的票子还出不起吗 全剧除了普通人各个高深莫测 就图我这里掉链子漏气了 说的话还能忽略不计 只是表现出图老大墨镜姐的霸气 其他成员听他说话都瑟瑟发抖 删了对剧情毫无影响 还不如不说呢 那边阿龙在庆熙家里吃憋 转头带人去找老熟人兽医问话 想搞清楚二号的来历 兽医瑟瑟发抖跟阿帅求饶 可他不想出卖朋友 被阿帅剁掉了拇指 但阿帅看过新闻 知道二号是被通缉的罪犯 心里顿时拿起了小算盘 二号这会儿跟庆熙姐弟去超市 路上盯着视频里的食物流口水 满脑子都想着吃 到了超市横扫各类试吃活动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庆熙看不下去了 赶紧拉着二号离开 庆熙接到兽医的求助电话 马不停蹄过去带人就医 等回到兽医店就看见满桌的鲜血 看起来相当触目惊心 兽医深知阿龙的狠辣手段 劝庆熙赶走二号 还要把牧场那块地和房子交出去 别跟阿龙对峙干 不然下场可能比他还凄惨 那块地是他父母的心血 庆熙自然没有答应兽医 但等回到车上后 麻烦找上门了 他被队长和助手盯上了 同时阿龙还在打电话 索求通缉赏金 没想到图偶已经找到了他的办公室 两个手下被当场射死 手机还被一个妹子单手捏碎了 现在他完全不敢反抗 图偶就是为了二号线索找来的 阿龙看着被轻易杀害的下属 还胆大地想跟图偶们做交易 毕竟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果然被他赌对了 墨金姐送他一管血红药剂 打下去就能改变凡人体质 另一边 庆帝想劝二号开直播发视频赚钱 给他看剧子运上节目的视频 二号没有家庭负担 脑瓜子也超单纯 对钱没什么欲望 但吃黄二号抵挡不了食物诱惑 当庆帝以食物做交易时 他眼冒星光 直接让周围东西都浮起来了 这可比剧子运营玩话筒要高级的多 庆帝还以为小姑娘眉目寒情的在盯自己 转头看到空中的漂浮物 这才发现是二号在做法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 队长给庆熙看了实验室视频 展露二号这个怪物如何可怕 要是还跟二号生活 无一在他姐弟俩的身边放了颗炸弹 因此让庆熙理应外合 引二号到外面的空地射杀 他们准备了足够强大的火力 在外面等待庆熙信号 今天晚上刚好有个烟火节 人为心善的庆熙迟迟下不了手 看着眼前人畜无害的小姑娘 含泪劝他赶紧逃跑 二号听见外面有车靠近 竟是阿龙带着打手和土我们来了 庆熙自己出去拖延时间 让弟弟带二号从房顶逃走 可惜这次阿龙没有留情 一枪让庆熙重伤 队长的同伙看见逃走的二号连忙开炮 刚巧烟火盛放 枪炮身没有引来注意 但土偶发现了埋伏暗处的狙击手 直接派人跟狙击手单挑 队长和助手不能坐以待毙 只好露面和土偶对战 墨镜姐抬带小手 周围栅栏就断成了锋利的木屑 在场打手全被一击毙命 队长这才意识到自己和土偶不在一个等级 连忙抄起枪炮扫射 凭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转瞬给墨镜姐脑袋射了个对穿 连手指也给射断了 起料墨镜姐自我恢复能力太强 那么重的伤几秒钟就复原了 阿龙趁乱将枪口对准了庆帝 队长扑上去挡枪 但还是晚了一步 姐弟俩双双丧命 大混战眼看要结束了 母女二号才在森林里醒来 刚巧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土偶 拖着狙击手尸体经过 扬言要把二号尸首分离 结果一顿猛冲 自己脑人被轻松贯穿 那边队长和助手被土偶打趴 两人被重伤的不能动弹 在即将被暴徒之际 二号有样学样 拖着一具土偶尸体赶来了 看到地上躺着的姐弟两尸体 他愤怒直直线飙升 一个眼神让一个土偶的手臂化成米粉 抬抬胳膊 墨镜姐就被弹了出去 墨镜姐还想反杀呢 举着刀冲过来 却发现双手根本不听使唤 在二号的念力操控下 把自己捅得全身是动 另一个土偶赶紧复原手臂 骂了一句二号是怪物 刚好戳到别人痛处了 二号干脆直接开打 周围的土块顿时浮空而起 在空中爆裂成粉末 形成了巨大的龙卷风 土偶在粉末中寸步难行 被卷入飓风中心命丧当场 这时一把刀忽然横空出现 打散飓风 只见一辆SUV出现 车上下来的人 正是打酱油至今的巨子允 墨镜姐以为等来了救星 没想到巨子允跟二号认识 称对方是自己的妹妹 墨镜姐临死才察觉 她被利用了 还不带跟巨子允讨说法 就被扭断了脖子 原来巨子允在上海实验室受了伤 无法和二号见面 便指派图偶来洗劫冀州岛实验室 试试传闻中妹妹的身手 当时二号被墨镜姐轻易射穿了头 以至于巨子允认为找错人了 但偷偷在后面跟踪 渐渐发觉不对劲 所以在二号展现绝技时现身 她想找到母亲移植骨髓 据说二号跟母亲的意识相连 便想和这位妹妹合作找妈妈 二号因为姐弟俩的死 感到心痛 想救活他们俩 巨子允手中刚好有一管药剂 但吃了药的人会死得更痛苦 阿龙就是个例子 巨子允劝她让姐弟俩 以人类的身份去世 二号当场崩溃 跌坐在地 被巨子允注入药物后带走了 然而她刚刚开车离开 阿帅便带人找到了这里 队长还想打电话 跟阿帅求支援 拨出去便见阿帅气定神闲的 在楼顶接电话 她劝队长别激动 母女姐妹俩的行踪 她心里有底 白妹也知道两姐妹相遇了 心智将有一场大战来临 而母女们的母亲 全身插门管子 在装着未知液体的容器 睁开了双眼 母女二的剧情到此结束了 第一部说姐姐的故事 第二部和妹妹有关 第三部想必要谈母亲了 母亲会是最终大boss吗 阿帅好像后面还有戏 她跟队长十年前 会有什么恩怨呢 这些问题都要等导演 拍出第三部才知晓了 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哦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